基隆私立光榮家商 创造一百二十一年 受到少子化影响 招生困难 财务出现缺口 校方决议将从一百一十三 学年度起停招 但是校方强调 会保障两百多名的学生 顺利毕业 未来也将转型从事长照 你要做这种决定真的很难 很难 孩子要思考 每个都一个家庭 强调决定停招 势不得意 少子化趋势影响 加上基隆在地 不少学生到双北就读升学 让创校一百二十一年的 私立光榮家商 招生雪上家商 一百一十三学年度开始 停止招生 从十多年前巅峰时期 学生数量两千多人 到只剩下两百多人 但校方强调停招不停办 保障剩下的两个年级学生 能顺利毕业 课程的教学 兼费的升学 都是如常 绝对不打折 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孩子 顺利从光榮加上毕业 而校职员工部分 将分三个梯次离退 至于未来转型长照事业 该如何进行 目前仍在规划中 而基隆国中会考人数 近年持续溜滑梯 除了四校面临招生困难 目前基隆还有四所 公立高中招生人数 也逐年减少 为了鼓励学生在地就学 基隆教育处近年不止 寄出三十万元的高额奖学金 另外从今年八月新学期开始 调降市立高中每班人数到三十人 各校也积极发展特色教学 少子化危机下 教育转型更机智化 记得蔡志恒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